在内蒙古的厄尔多斯市 有这样一座白色的蒙古包式建筑 这里是所有蒙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殿堂 据说这里埋葬着蒙古族的雄鹰 一带天骄 乘积四汗 据史料记载 这位伟大的征服者与公元1227年 在率兵攻打西夏的途中病死 蒙古人为了纪念它 建立了八座可以方便移动的白色蒙古包 把收集起来的成吉思汗遗物 供奉在这被称作八百公的灵鹫 自那个时候起 祭奠成吉思汗的苏油灯就开始点亮 至今近八百年不灭 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神秘的 达尔呼特是蒙古族的一只波鲁 据说达尔呼特的祖先都是成吉思汗的忠臣 大汗在世时 他们跟随大汗东征西战 大汗去世后就世代守护着大汗的英灵 伍比列时代定下规矩 达尔呼特人不用耕作狩猎 也不用纳税 更不能做官 他们毕生唯一的职责就是给成吉思汗守灵 于是自那个时候起 忠诚的达尔呼特人 不管白天黑夜 一丝不苟的守护着成吉思汗的公掌 至今已三十九代 阿尔呼特人有个什么 我们的祖先当时对成吉思汗这么忠诚 我好像我这个背上来了 我不对这个忠诚 我不受这个完成不好这个任务 我好像愧对祖先 解放后也是他的主要任务是 以祭司保护 传承这个文化为主 对于年轻一代的达尔呼特人来说 祖先留下的职责就意味着面对单调乏味的守灵生活 并失去一些个人发展的机会 王森布尔就是 年轻的时候 他在当地电力局上班 也有不错的待遇 可现如今 在成林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只能一无反顾回到成林 自成副业 成为成林第三十五代祭司传人 成林的主要是 应该回到自己的历史的高位 应该 后来这儿就是 跟着工作 决念我过来这儿 掉在这儿呢 除了守灵 达尔呼特人 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 每年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 成林祭司是蒙古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 据传 继成林的祭祀始于乌库台时代 到忽必烈时代颁布圣旨规定了祭祀的方式和内衣 整个祭祀活动 达尔呼特人都有特别细致明确的分工 各种分工除了世袭的达尔呼特人一概不外传 几百年来 达尔呼特人都是靠着口传新寿这种无老的方式进行传承 至今依然保留着十三世纪以来蒙古帝王祭祀仪式的原貌 如今新一代达尔呼特也面临着如何继续保留和传承的问题 我们的祖先这个老一代人们的手里都好好学习 或者有些东西老一代人们忘的东西 如果他们也忘了他们也不知道 这就我们更不知道过去 就是下一代人就无法从历史上社会上找到这里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之后 政府专门成立了旅游区管委会 达尔呼特人不但可以专私成林的供奉与祭祀活动 还有了公职 越来越多的达尔呼特人重新回到成林 继续为祭祀文化的传承而工作 对蒙古人来说 祭祀活动不只是一种仪式 更是一种象征 虽然蒙古人散落在广阔的草原上 但只要祭祀成吉思汗的神灯和灭 他们对成吉思汗的怀念就永远不会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扎那扎普呼龙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棋手 在纳达姆拿过不少大奖 他还代表本地参加过国外的赛马和套马比赛 我今年三十五岁了 我从小生长在草原 自幼就喜欢骑马 差不多会学习走路的时候 我就开始练习骑马 我的儿子也是 很小的时候 我就把他放到马背上了 教他骑马 他现在也已经有很好的骑马技术了 我们现在经常参加纳达姆大会 我在呼伦贝尔的纳达姆大会上 还得了好几次赛马和套马的奖杯 马在牧民的生活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了马 牧民可以放养成群的圣畜 有了马 牧民才能够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相互往来 对于牧民来说 骑马是一项基本的技能 而套马和驯马则是一项较为危险的活动 猜你 牧的 敌人 骑马 啊 蒙古人驯马就靠套马杆和鞭子 外甲勇猫彪悍的脾气 套马需要高超的骑马技术 还需要一匹很好的马 因为在套马的关键时刻 你要借助它的速度 快速骑跑 迅速掉头 长距离地跟着一匹马等等 都需要你有一匹和你配合很好的马 在牧民看来 套马驯马不但要讲天分 还要讲缘分 只要和马有缘 无论多么猎性的野马 都能把它们驯服 乌伦贝尔大桃源的马匹高档肥壮 所以这里的牧民套马的功夫 也就特别过硬 驯马要有足够的胆量 我从小学习驯马 也受过不少伤 经常从马匹背上摔下来 但是只要你有耐心和胆量 加上一些经验 最终都可以把马匹驯服的 这种被叫做马头琴的乐器是蒙古人的最大 因为琴感上端要由马头而得名 它被称为草原上的大堤琴 柔和深沉的阴色 带着苍凉感 就像草原的景色 有了蒙古名 有了马头琴 有了马头琴 有了七万个 奇宝力高 是当代最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之一 随着时光的推移 马头琴几乎成为他生命的全部 五岁那年我就爱上了这个音乐 我就看见明杰一人拉这个乐器 四湖马头琴 还有唱歌 我就爱上以后 我也不会谱子 一直拉到十三岁 后来这个内蒙实验歌集团去找学员 他说我的老师说 你去考一考吧 完了那个参加的时候 这小孩是个天才 你跟我们走吧 马头琴变成了我的声音 五岳变成了马头琴 就这个捏在一起了 我自己也那么清楚 我是奇宝力高 不满足于从小学到的传统演奏技艺 多年来 他精心琢磨用功技巧 并将小琴琴的跳功 快功等演奏技法 运用到马头琴演奏中 大大丰富了马头琴的艺术表现力 马头琴的演奏也从独奏伴奏 逐渐开始有了二重奏 四重奏 五重奏 合奏等 按赏 早期的码头琴大多由乐手自己制作 由于受到材料和工艺的限制 音量比较小 而且耐用性和适应能力远远不够 只能在蒙古包和室内演奏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不少码头琴大师开始尝试进行改革 起保力高也是其中之一 他尝试将共鸣箱扩大 蒙皮也由牛皮改为蟒皮 成功地扩展了音域和增大音量 我呢从文化大盟解放以后 我就开始拉马头琴 我一看我的马头琴已经烂了 那怎么办 那就 我说换一个皮子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改革并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 而是逼上良善 这个过去的牛皮那个马头琴第一个声音不行 我们老师改了以后那个还改了 他戴的时候改的是钉音过皮子 但是那个五分钟啊在舞台上待不住 灯光一照以后就马上就跑掉了跑了 81年我到了北京跟北京教校友团拉了 星空光老师的协奏区 18分钟的陶渊音室 那也是五分钟以后我订一个响 五分钟订一个响 完了北京人那个嘴厉害呢 他说齐老师啊 我们演奏的是马头琴协奏区 不是丁线协奏区 您看我们120个人就等着您了 一上午你看这 最后我一想 我这十三个月起来 回去吧 下来我说早晨我就找了这个新端的 段庭骏 一个出生在内蒙 最早从事二胡制作的汉族人 因为从小就对马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最终和马头琴结下了不解之缘 段庭骏 经营着一家十多人规模的马头琴制作作坊 近年来 由于学习马头琴的人越来越多 老段的生意也逐渐红火起来 我陪下出的人他都自己走出去了 这个造型是我的造型啊 因为这个马头的造型也多了 一个人一个造型 所以说我都不能丢掉一个造型 这两颗头就被公了 这个是红木的 比如说它这个区别 马的刻法也不一样了 你连这个马脑袋 这个钟要刻出来 这个批的钟要批出来 这还有下一个白点 老段马头雕刻的讲究 更重要的是 他对马头琴音色的研究和改革 喜欢创新的个性 促使他从制作材料上 对马头琴进行大胆的改革 他说我给你找个木头 我给你换 他就这样给我换了 换完了以后白插皮摇一样 真的白插的 那时候是为啥呢 因为北京教乡乐团 他也是需要这个曹严因事 内蒙教乡乐团也需要 独自的救我一个人赖回跑 为家队智慧 他也智慧 你怎么拿了一个 十八块钱小提琴的声音 这什么马头琴 我说我改革的木头马头琴 算了你换成莽批好听 你这个不行 中午我又骑自这声 这发言没吃又长了小段 你给我再修理修理 怎么修理 点包子声嘎嘎嘎 最后变成我拉了 两点钟时候声音出来了 再多是一种带花的一种料 天然的 这是长白山 咱们吉林省长白山出的一种料 这个料呢 也不比欧洲的料应该还好 要按这个密度 密度比欧洲 但是呢 现在呢 又说欧洲呢 小提琴的家乡嘛 意大利嘛 所以说 它的名声大 材料也觉得好 甚至我不这么认识 我发现中国的好东西 也可以震撼世界 1983年 由段庭俊和齐宝利高合作 两人成功改革梧桐木面 中音马头琴 利用六面调音 制作琴香的方法 也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齐宝利高还不满足 它要让马头琴变得更加动听 能更好地适应 现代音乐作品的需要 我现在我还想改 改正呢 就我马头琴现在 不是完美的乐器 我让它变成 我死以前 我让它变成一个完美的乐器 到90年代了 我们完成了五个省步了 就高音中音 次中音低音 贝低音 我们到去年了 我们正式完成了七个省步 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遗憾的 还是没有看到 这么一个交响乐战 现在人类面前 这样还可以了 你看